这里是二把门 今天要讲一个如果当初愿意互相了解和沟通 就不会发生的各种霸凌结果的故事 男主陆飞是班上的孩子王 遇到了严重听觉障碍的转校生 女主纳米 纳米和人沟通只能用手语 或者是把想讲的话写在布纸上给人看 因为听不见 不能讲话交流 大部分同学都排斥纳米 虽然他很积极的想要融入 可是只有同学罗宾对他好 愿意学手语和他交流 纳米的特别情况 让他有时候有特别的待遇 同学耳晴看不爽 开始刁难纳米 他带头拒绝老师教导班上的同学学手语 排挤唯一学手语的罗宾 让罗宾顶不顺被欺负的压力 最后没来上学了 耳晴一直排挤纳米 可是纳米还是坚持要融入大家和大家做朋友 陆飞看不惯纳米的死缠烂打 要教训纳米 也一起来欺负他了 陆飞比耳晴还凶 他在黑板上写字秀如纳米 画纳米的布子 绊他的脚 用水淋他的头 最后还和耳晴一起抢纳米的助听器来丢 他弄坏了一个两个三个 哦 就是这一次 终于把事情搞大了 纳米妈妈来学校投诉后 校长也来到了班上 班主任本来对纳米被欺负的事情不闻不问 Sia突然很积极的想要处罚霸凌纳米的同学 他把陆飞指了出来 说他是霸凌纳米的元凶 其他同学也配合说是陆飞一个人的错 是他开始的 陆飞反抗 你们明明也有份欺负纳米 为什么只有一个人来承担 同学们不爽他把大家拖下水 事后就找他出气 把他丢进水池里 本来欺负人的陆飞现在反被欺负了 他在班上的鞋子被人弄不见 他的头被人用水淋 他的桌子被人画 陆飞妈妈还要赔偿纳米的助听器 花了不少钱 为了求纳米妈妈的原谅 还硬扯下耳朵上的耳环来赔偿 这时陆飞才明白被人欺负的感觉和欺负人的后果 后来纳米转校了 陆飞也长大了 上了中学 中学陆飞还活在过去的阴影和懊悔中 他充满罪恶感想结束生命 他自我放弃不敢和周围的人互动 封闭自己 机缘巧合下遇到热情如火的索罗 并把他从霸凌中救出 因此认识了他被霸凌后 第一个敢互动的朋友 在索罗的帮助下 陆飞和纳米再次相遇 纳米还是那个纳米 对欺负过他的人还是愿意交朋友 陆飞认为自己目前的所有痛苦 都是当初霸凌纳米后得到的结果 所以很积极的想要补偿对纳米的伤害 他早已学会手语 约纳米出去玩 在纳米妹妹有难时出手相救 带纳米去找罗宾 遇到了中学恶情 又要欺负纳米时出面维护 因为纳米 陆飞逐渐有了勇气和其他人交流 重新和小学同学纯飞搭话 也认识了新朋友三智 这一天 陆飞、纳米、纳米妹妹 索罗、罗宾、纯飞和三智相约出来玩 纯飞把恶情约了出来 陆飞之前有意要找恶情 来跟纳米和好 但是恶情一直认为都是因为纳米的出现 小学时感情很好的大家才会发生一连串的事情 感情破裂 值得一提的是 恶情其实很喜欢陆飞 而纳米的世界让他和陆飞从此疏远了 他耿耿于怀和纳米两个人做了摩天论时 怪罪骂米是 大家痛苦的根源 并坚决不跟他和好 第二天 三智问起陆飞 关于纳米在小学时的遭遇 陆飞怀疑是纯飞在三智面前提起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 去质问纯飞时 绿茶表的纯飞为了保护自己的清高 当坐拳班面前说陆飞欺负纳米的往事 让陆飞很受伤 陆飞书包也不拿就离开了学校 到他时常约纳米出来相聚的地方 纯飞为了要继续保持清高 把大伙儿都约到来桥边 要大家理出一个道理 来证明自己从来没欺负过纳米 耳琴看不过眼和纯飞互呛 罗宾也卷得进来 这时陆飞仍无可忍 对耳琴、罗宾、纯飞、索罗和三智说了很恶毒的话 把他们都赶走 剩下了纳米和纳米的妹妹 就这样 这三个人从此如影随形 什么活动都在一起 但纳米被耳琴讲的话影响了 觉得陆飞自我厌恶 没法交到朋友 以及所有的痛苦都是自己的错 纳米很厌恶自己 因此有一次一起去看烟花时 他们等烟花放完 就自己一个人先跑回家 准备跳楼自杀 因为剧情需要 陆飞刚好也经过纳米的家 看到他在跳楼 马上扑过去抓住并救了他 却自己掉了下去 没死 但在医院昏迷不醒 这件事让纳米很内疚 那些之前一起去玩的朋友 他一个一个去见 包括还在针锋相对的恶情 约他们在陆飞醒来后 不计前嫌的一起相聚 在一个晚上 纳米梦到陆飞要死了而惊醒 跑到经常相约的桥边大声哭喊 陆飞也真的被叫醒了 结果两人在桥边相遇 打开了心胸 面对彼此 互相道歉和鼓励 陆飞痊愈后 大家也依照约定来相聚一起 有说有笑 在这一连串的心境历程后 陆飞终于解开了自己心结 走出了自己的心房 怀抱世界 这部作品是从一位前霸凌者 被霸凌后的角度出发 讲述的故事 当中牵涉的友情 亲情 说明了霸凌一旦发生 波及的不只是霸凌者 或者是被霸凌者 而是他的全家人 霸凌的起因往往都是为了逃避 对陌生的恐惧和厌恶 所以进行对他人的践踏 才证明自己的价值 想要了解对方 尝试拥抱位置的事物 很笨拙 但还是很勇敢的接触大人 和人内心深处对沟通的渴望 就是这部作品 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我们是二把门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